这是公司的法务 你定的最终赔偿法 你毕竟是公司的主播 出了这种事 公司也确实有监管博弈的责任 所以 公司愿意帮你承担一部分的赔偿 但是赔偿的大头 必须由你自己自定 如果你同意这个方案的话 公司会出面帮你解决 另外 平台对你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 公司将永久关停你的这部阶 不管你是否接受这个方案 你跟公司的合约都加多数 我给公司真的那么多钱 现在出事了 公司就想把我扫地出门了 天天 公司已经表态了 会为你承担一部分的赔偿金额 这已经是人之意尽了 再说了 你们所有的主播 平台之外的收入 公司没有收过一分钱 另外 你们的合同链 本来就有免责条款 这又是白小鹏的主意 出点小钱就想把我彻底打发 挺像他作风的 天天啊 这次的事情 你回去真的要好好地反省 不管是真冰冰也好 白小鹏也罢 他们跟你这事没有半毛钱关系 公司的好意我就心领了 我是不会接受这次赔偿方案的 要高就让他们去告我了 爱不 别欠我 对不起 我只想好好地生活 拜托别揭我 我只想好好地生活 继续努力的工作 拜托别嘿我 我还会牵强到过着 拜托别嘿我 嘿着嘿着 生活还是在唱歌 你怎么搞突袭你 天不会玩滚 上装备啊笨啊 马上掉鞋了 你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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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解气啊 本来就玩得比你好 养你应该的好吗 我是说田小田的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说了可能你也不相信 我知道是学姐黑的 那你怎么不早说 你也没问我啊 你连反应都没有 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 那你现在不应该是 哭天抢地咬牙切齿 要死要活 拼命地想要报复吗 啥 你别跟我玩圣母光华那一套 不要告诉我说 因为他以前帮过你 所以你现在要报答他 我瞧不起你啊 其实吧 被黑状的事我早就习惯了 没什么大不了 但说实话 对那么亲密的人捅一刀 还真挺疼的 但是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再捅他一刀 他捅我我疼 是因为我拿他当亲闺蜜 我捅他呢 每次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还会更加坚定地以为我 就是个贱人 所以 我懂他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话 是对面那哥们教你的吧 我去 这你都知道 你们俩加坚信仇发生了什么 被肘在一起了吗 就凭你脑子小金鱼 这么复杂的事你能明白吗 对面那哥们挺会洗脑啊 不会是搞传销的吧 怎么了 你要身体不舒服就少学两天吧 发家之后以后在这儿一时半会儿 我不是得还你撤稿的钱吗 都说了 不要了 还有洗白啊 洗白也要钱了 这才是重点是吧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钱的事不是问题 大哥 行行好吗 人家认得白公子 这事花钱就能洗牌了 能得到你砸锅卖铁吗 你说 白小鹏 他有没有发现过就是黑熊怪的 哥们 你听过黑熊怪吗 我先声明 你的事我可从来没跟任何人提过 你可以怀疑我的智商 但你绝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废话 你要是说了的话 他还用跑过来试探我吗 我觉得吧 白公子就算知道你是黑熊怪 也一点不奇怪 你是黑熊怪这事 能瞒到今天 全靠真冰冰心大 当初你们俩一吵架 黑熊怪就黑他 这规律也太好掌握了吧 白公子这种祖传高智商的 但凡动点脑子 很容易发现事情不对劲 其实我觉得他知道你没什么 他会不会告诉真冰冰 可就不好说了 至于是你先说 还是他先说 你自己掂量 好啊 我买菜去了 我走吧 钱不够花的话 告诉我 我先借你 借你懂不懂啊 瞧不起人是吧 多穷的日子我没过过啊 饿不死的 放心吧 对了 你要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的话 趁早告诉我 我现在算是发现了 不怕有人黑我 就怕有人骗我 其实 我有一件事 一直没有告诉我 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你还不知道吧 我好好跟你说话 我也真脑去痒了 走了啊 自己来玩去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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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呢 拜拜 拜拜 公司 美死 banking 不应该要打鼓动 我没有接受公司的调解方案 你们要想告我还是节约随便 这样你满意了 心虚了还是理亏了 怎么不说话了 我陪你演了这么久 连大结局我都这么配合 你不应该表扬一下我这个最佳女配角的演技吗 我们现在连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 都不行了吗 看什么看 赶紧给我准备几个下午菜去 我现在是事业不顺的中年大叔 需要戒酒交仇 你懂不懂啊 你懂不懂啊 我现在是事业不顺的中年大叔 需要戒酒交仇 你懂不懂啊 你懂不懂啊 很多人都想吃那种 我现在脑子都想吃得过 不合适 有点大叔 我又没有除复 他不想吃一碗 好 准备 不是 那昨天 本来就是要给你买车的钱 我有家里的 应该足够你去承担 你需要付的赔偿金了 别赌气了 接受调解吧 你要不吃两口 两口 你多少喝呀 这么大一瓶呢 咱们俩这么干喝也没劲 玩入戏吧 真心化的大冒险 剪刀石头布 输了血游戏 有意见保留 我下岗我有理 我失业我最大 想玩玩不想玩拍我吧 就这么定了 剪刀石头布 真心化 你 你到底想干吗 说什么 想喝酒啊 我想喝酒不行吗 你放心 我今天身体不方便 会对你怎么着的 继续 剪刀石头布 嗯 大毛钱吧 闻我 子狼 剪刀石头布 我 继续 选吧 这些话 你之前问我那些事 我一样都没干过 你信吗 我信 那我就放心了 再来 剪刀石头布 再来 不 不算了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反正都是分手费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就怕我给你买车 是为了要跟你分手 其实我只是觉得 你一直租车子开 太辛苦了 所以我想买辆车给你 我 现在才知道 你好像太晚了 对我也一样 我一直觉得我是个聪明的女人 原来一直都是我在自作做的 我还是想说 当初你跟我说 你人生的目标是 自此长裙 当路向 为君洗手 做羹汤的时候 我 我觉得 这个女孩 很聪明 聪明的 很可爱 是 是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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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那句敬今晚 应该是出自 爱在灵明日出前的台词吧 原话是 敬人生中最好的业 好吃啊 自私长取 当卢孝 为君洗手做跟汤 那很简单的 尝一下我的手艺 小心汤 好 惊喜 你怎么不上去跟我 此处有惊喜 我可以送你回家吗 我还是寻思 等等 我可以送你回去了 我可以送你回家 一只都空下 一只都空下 一只一只一只 你肯定不上去 你怎么回事 不喝也行 不喝也行 直接把这真真话的 我什么都说了呀 没有 没有 你为什么躲着我 这个 这个不能说 必须说 你下一个 有水就喝 我 没有不连你 我是害怕 什么 什么回借口 好 一没老公 二没男朋友 单身狗一条 你怕个鬼啊你怕 我害怕我 我害怕我 喝多了 受 受肉了 我害怕你知道 你恨我 太辣了 太辣 太辣了 太辣了 再编个戏呢 编一个 我怎么能让你知道 我就是黑羞怪的 我不敢让你知道 你是谁 我 我如此地想过 我要不是黑羞怪该有多好 我就可以继续做你的邻居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可以讨厌我 恨我 可我可以偷偷喜欢你啊 我就是黑羞怪啊 爱不黑你的也是我 跟你约会没趣的也是我 我 没有那些大号转发微博 这 全部都是因为我 我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错了 可是 可是我该怎么办啊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啊 帮你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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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